以前爷爷在村子的后半山开了一片荒地 那是离家最远的一块地了 早些年会种一些烤烟 辣椒 后来干脆就种比较省烧的红薯和地瓜 不知道真的是土质的原因还是因为有家的味道 总觉得这块红沙土地种出来的特别糯 特别甜 空行时候我们会去挖上一楼框回来煮了吃 还会榨一盘红薯蚊子 剩下的晒成红薯干 吃惯了这个味道 之前我们在家的时候 妈妈也会晒干了给我寄 觉得只要是家里的东西 总有它不可替代的美味 好 先吃什么 走 走 胡椒 胡椒 粉 红薯 青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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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薯 黄瓜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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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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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黄鱼 魚 雞 鰹 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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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鸡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